在核心舱和实验舱一 还配置了有锻炼区 总而言之 现在在目前所配置的这种手段 可以最大的情况下 保障六名航天员 同时在为这种生活工作的需求 在航天科技集团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 一台与太空中运行的天河核心舱 一模一样的装备也正在运行中 它被形象地称作地面空间站 记者探访了 为航天员提供生活起居的小柱段 直径3.35米的小柱段 主要是航天员的生活起居的地方 可以这么理解 它就是一个带卫生间的卧室 此外它还有一辆自行车 在小柱段还配置了太空跑台 太空自行车等健身器材 以满足航天员的日常锻炼 小柱段的话 主要的作用是为我们的航天员 提供生活起居 我们还提供了更多的这种情景照明 比如说睡眠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适宜的 这种照明环境 让航天员可以更好地休息 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锻炼设施功能更加丰富